莫拉塔举步为坚新赛季英超揭开大幕,切尔西克场3比0大胜哈德斯菲尔德,新帅萨利英来开门红,虽然场面上的优势,并不像比分显示的那么大, 但3分对于切尔西来说非常重要,但是要说本场比赛心情最糟糕的切尔西球员,莫拉塔一定是一个有利人选,热身赛上,莫拉塔一球未进,而且闪光的此处极为有限,最让人记得的也就是在对阵郭米比赛中反抢后制造进球的一幕,但更多时候他挥霍机会的表现让人失望,由于吉鲁归队不久, 莫拉塔自然成为对阵哈德斯菲尔德的首发中锋,实际上热身赛上莫拉塔一直是球队的首发,今天是莫拉塔第50次代表切尔西出场,但这一场里程碑之战,莫拉塔又让萨利失望了,切尔西开场后场面并不占忧,莫拉塔拿球的机会并不多,有限几次的上镜, 他的表现十分糟糕,威廉在反击中送出了一记直传,直接准备找莫拉塔,然而莫拉塔却将球直接停到了身后,错失了一次好的进攻,还有一次进攻中,莫拉塔在湖顶前接球后晃开对方两人防守,过人很漂亮,但是最后面对门将的射门却将球打偏,虽然这个球被吹了越位, 但这个射门质量对莫拉塔来说实在是不应该,进球和莫拉塔关系,不大随后的比赛时间里,莫拉塔出现在镜头上的几率更小了,商停古时阶段,摩西的传球让莫拉塔又有了一次射门机会,而他的射门又遭到了对方的封堵,作为切尔西打满全场的首发中锋,莫拉塔仅有两次射门,而且均遭到了对方的封堵,同时,29次传球, 只有19次到位,成功率仅有66%,也没有制造出哪怕一次威胁,全场比赛,莫拉塔给球迷最直观的感受,就是拿球缺乏离血,而且无法成为本方在禁区内的支点,三个进球,和莫拉塔的关系都非常有限,在双胞胎出生后,莫拉塔将自己原本的9号球衣换成了29号,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寻求改运的表现, 在自己身穿29号的第一场英超连赛中,莫拉塔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上赛季他所出现的问题,如今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,对抗不够强硬,加上自信心方面很让人担心, 切尔西记者金赛拉在赛后写道,莫拉塔需要把头抬起来,他很需要一到两个进球走出阴霾,而一名切尔西球迷吐槽道,莫拉塔把自己的号码改大了,问题也跟着变大了, 萨利在今夏希望能从尤文签下就不宜刮音,但后者最终去了A.C.米兰,切尔西也因此没有在封线上进行引员,莫拉塔一度还和A.C.米兰联系在一起, 但最终留在了切尔西,在联赛开始前一天,切尔西又将比利时前锋巴舒亚一租借去了瓦伦西亚,这样切尔西只拥有莫拉塔,吉鲁和亚伯拉罕三名中锋,中锋问题要让萨利头疼了从比赛风格,以及磨合的时间上来看,吉鲁想要适应萨利的打法还需要等待, 而小将亚伯拉罕在热身赛上迟迟没能融入球队的体系,莫拉塔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切尔西首发中锋的头号人选, 萨利和切尔西球迷只能希望莫拉塔能赶紧找到状态,尤其是重拾信心,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表现, 莫拉塔是无法在切尔西前锋的序列之争中领跑太久的,毕竟吉鲁的支点作用对球队总有帮助, 接下来对阵阿森纳的比赛,对莫拉塔和切尔西来说,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 按照护,对莫拉塔和切尔西前锋的事, 接下来对茶连西区投尔西 Pigot看通知华, 不нок议的散播放更多刚才油暗盛。 一体中之终形, 。 感谢观看